歡迎收看Skiba全台灣最智障的酒吧 我是可樂 大家好我是Skimi 第三集是我們要聊兩星 你就一定要請到Skimi 先來點輕鬆的 其實在輕鬆之前 我們已經有一些不輕鬆的部分了 就是我已經喝了一些生命美酒有效了 可樂本來是到 他說你美一點 然後我等一下幫你加通名水 但是後面是整段我沒聽到 然後拿起來直接嚇了 乾杯 欸 完全跟鮭魚一樣欸 欸 嚇到 好姊妹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這杯是什麼 這杯是 Spoo Money 它也是比較清爽的調酒 我覺得很適合當第一杯 那它裡面的材料就是 Campary 葡萄柚枝 然後通寧水 噢 劈起來就很輕鬆 然後其實一般是可以直調 但我比較喜歡冰涼一點 所以我先把 除了通寧水的材料之外 就先下 shake 裡面 然後我們先搖過 那待會就讓你來搖 哈哈哈哈 如如其來喔 體驗一下 好啊好啊好啊 這邊蠻容易製作的啦 我就是很想要學單手搖 我是可以半到最新的嗎 就是你只要把它壓好 不要爆掉就好 那我等一下就來試試看囉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單手搖的話 嗯 這樣 抓住這樣 好 好 我緊張 可是我下比較多一點 還是要這樣 它是有一個 它是可以就是左右的 會比較順 好這樣喔 可以 好我要有多少 下很好 我覺得它冰鎮了就夠了 我怎麼知道它有沒有冰鎮 就是水口會冰的那 手的感覺嗎 那你摸我現在 你現在覺得你手有點動 然後 然後我再把它稍微攪拌一下 就輕輕這樣轉一圈拉就可以了 不然它的那個氣泡會流失 嗯 啊我喜歡的 就是很像果汁很清爽 對就是很像大人的葡萄油汁 沒錯 就是大家下午茶的時候感覺就可以配這個 然後如果你喜歡酸一點啊 其實也可以再加檸檬汁 然後或是柳橙汁都蠻適合的 大家有聽到海王海后的詞嗎 我很期待 海王海后來跟大家科普一下 我剛剛還特別去查一下 究竟海王這個詞 是從哪裡來的呢 就發現好像是抖音的一個梗 就是那個抖音影片裡面有一句台詞說 以為游進了哥哥的魚塘 沒想到哥哥只是個海王 於是海王這一詞就是從這邊開始演變而來 然後逐漸就衍生了海后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台灣好像比較多還是繼續稱就是渣男渣女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在酒吧最常見的 就大家趁酒和耳熱之機 行刺一開油之石嗎 超常 而且因為我在這行業已經七八年了 看太多這樣的案例 然後很多就是檯面上其實蠻模範夫妻啊 或是什麼形象非常好的人 但其實私底下就是另外一回事 我覺得天哪 讓我之前非常不想要結婚跟生小孩的原因 額如目染看太多的事情了 就覺得天哪 我還是單身一輩子好了 而且我記得業界之前有一家店 我就不說是哪一家店 據說是小三小王聚基地 就是大家都會帶他們的另外的另外一半去那家店 真的假的 但那家店已經不在了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費心找了 哇小粉粉 小粉粉你記得 到底是哪一間 哪一間 他們就會說 這是我很私密 就是我的秘密基地 我只帶你來過 結果親屍 他帶很多人來過 他帶很多人來過 我現在才看到他在別人 騙人 天哪 你們就是會私底下 就是用那個麥克風在那邊叫做 我就會這樣 AY在講幹話這樣 給你的頻道 其實都講很多兩性議題 你覺得最常見就是 他們每次出包之後 他們最常會講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時候就是 高下利劍的時候 就是如果他今天是處於他 可能段數不夠高 然後突然被抓包了 他心裡會慌嗎 怎麼辦怎麼辦 死啊死啊 那通常這種人就會使出 就是實認錯 沒有哪有 對 硬否認 就是明明那個人 昨天晚上看到你在酒吧面 就是門口 帶著另外一個女生 然後可能還摟來摟去 然後親來親去 回家被質問之後 就說 你看錯了 就是他本人 就是那天晚上就穿這樣 然後回來說 你看錯了 也講得出來 對也是有這種 然後女生比較常見的 我覺得就是 看妝委屈 你為什麼要誤會 人家就不是這樣 這種 但是如果他段數高的話 不是你剛剛講什麼 我絕對不懂 就是你為什麼 為什麼要誤會我 人家就不是那種人 這種的 對 那如果他段數比較高的話 他會立刻就是 知道你癥結點在哪 然後會用一個非常好聽的話 就是把這整件事情 包裝起來之後 然後你聽完就覺得說 好像也有道理 真的嗎 好像可以接受 然後這件事就過了這樣 因為我其實也 之前也很常被劈腿 然後這些男生也就是 哪有 沒有啊 但因為我就已經被劈腿 就是很多次了 所以我每次只要看到東西 我一定馬上截圖 截圖 然後我已經做好 一些準備 他會跟我講什麼 然後再去揭穿他這件事 你已經準備還要發 純正信函給他 對 可是你有遇過真的就是 讓你覺得 好像可以原諒他的嗎 沒有欸 沒有 我都一直分數很低的 還是有可能是 你比較聰明吧 就已經看透他們這一切了 就是我一定會先把證據都收集好 還會去跟他說 我知道這件事 可是因為 也有可能是因為你的那個點是在於 就是是非對錯 是不可以回報的 因為有一些他後來被 海王海后哄回來的是 他知道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但是因為你哄的方式 讓他覺得說 好啦你有兩下子啦 然後就是 同意繼續和好這樣 也是有過這種狀況 厲害 那有什麼語錄 你覺得是哄起來最有用的 我最近有在影視作品上看到一個 我個人有給他拍拍手的 就是華登初上裡面有一段 就是有亨利跟百合這一隊嘛 然後不是因為亨利就是 以情侶之名 讓百合幫他販毒吧 對 然後百合後來就有發現說 好像這個人是在乎的 這只有他的貨根本就沒有在乎我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來 就只是為了關心那些貨嗎 然後這時候呢 亨利就是完全不動聲色的跟他講說 我以為我把這麼大的秘密 都攤在你面前了 我們之間就不用再說那些 看來只是我自作作親 哇 然後我就好啦 懂獎啦 懂獎 幫你賣啦 哪次不賣 他很懂女生在乎的點是什麼 女生就在乎說 你在乎那些東西多過於我嗎 然後先讓他知道說 我告訴你那些東西 就是已經是我在乎你的一個 maximum的表現了 現在就不應該講這些的範圍 而是你質疑我們的愛的這種感覺 就只要一直抓住對方在意的點 一直講 然後把它講成是 欸 是你的問題 偷換概念的一個部分 其實女生真的會不小心就 對 男生有時候也會吃這套啊 就是明明發現那女生就對不起他 可是在問的時候女生就一個偷換概念 男生突然覺得說 天啊難道是我 我才是那個錯那一方嗎 也是有過 然後就繼續當工具人 沒錯 然後我覺得在酒吧 其實還有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你知道男生有時候就是 可能就覺得 欸他想跟我調情吧什麼 就會比較就是你知道 手來腳來了 手來腳來了 那時候還後也會覺得就是 好吧 你要吃豆腐是不是 要來就來呀 喔原來是這種感覺 我就喝抱你 是希望男生買單 我之前有看過的電影 叫單身趴趴趴 裡面就是關於女主角 就是剛恢復單身嘛 所以他的胖妹好朋友呢 就帶他出去 就讓我來告訴你 單身的就是世界是怎麼樣的 然後他就說你去幫我買酒 然後女生拿著自己的錢包要去 他說你不能買酒 男生要買酒 這個呢就是等於說 他們幫我買酒 但他們不直接付錢 讓我們去跟他們上床 是一樣的道理 然後三觀太歪了 超極常有這種事發生耶 有時候會鬧到就是 男生可能就覺得 後來就覺得 為什麼要幫你買單 然後女生就會很不爽的生氣 就覺得 看你都吃豆腐了 買個單很合理吧 有看過因為買單 然後在櫃檯前吵架了嗎 有看到女生私下抱怨的 然後男生去抽菸 然後兩個姊妹在那邊 大獎一波 對對對 超級吵 好快樂喔 天啊 但是有看過就是 反而是反過來的嗎 就是男生希望婦婆幫她買單 好像沒有耶 好失望喔 那我來幫觀眾問一下好了 當你的對象出現了什麼行為啊 就是反應跟你說了什麼 其實他只是把你當工具 所以我們現在是為廣大的男性婦 就是幫他們避雷這樣子 大概三種情況啦 第一種呢 就是他 其他邀約都不怎麼答應你 每次出來喝酒都讓你媽媽付錢 第二個呢 就是他跟你說 我現在就是沒有想談談戀愛 我現在想focus在別的地方啊 然後什麼什麼的 但還是要你媽媽付錢 然後第三種呢 就來問你說 欸 我們今天就是這一晚上到日局啊 我可以帶我的朋友來嗎 然後我說可以嗎 帶去之後 你要幫他們全部人付錢 這個你很明顯就是工具 但我覺得其實男生也不是傻子啦 他竟然就是願意付出了這些 一定會有想要的一些目的 就是可能想要上酒或上床 像我們剛剛講那個電影裡面說的 不成文的一些 比較貨幣的流通 那有關於呢 酒後上床這個話題呢 我有蠻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下回見